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说到印度,相信小伙伴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脏乱差了吧 在印度甚至都没有几个像样的公共厕所 在这里,人们几乎都是随地大小便的 而对于垃圾则更是抬手就扔 在这里随处可见的都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垃圾堆 在印度,除了小的垃圾堆外 还有这样一个堪称世界最大的巨型垃圾场 这个垃圾场屋于印度的布洛根 从2006年开始启用 总的占地面积高达39公顷 在这里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印度各个地方 重达500吨的尚未处理的垃圾 远远的望去,眼前全是垃圾 俨然一片垃圾的海洋 不过这些垃圾看上去虽然又脏又乱 但也正是这些垃圾的存在 才解决了那些靠捡垃圾为生的平民们的温饱问题 有的平民为了每天能多捡到一点垃圾 干脆定居在了垃圾场里 孩子们每天都会早出晚归 结伴去捡垃圾 偶尔捡到还能用到的收音机之类的旧垫子设备 他们甚至会开心地蹦起来 在这个垃圾场里除了捡垃圾的平民外 还有一种比人都大的大突冠 他们会成群地盘旋在垃圾场上空 寻找可能发现的腐肉一类的食物 有时候还会落在垃圾堆上 看孩子们捡垃圾 尽管这里的平民穷得有时候都吃不上饭 但是他们却不会伤害这些大突冠 而大突冠也不会伤害孩子 他们在垃圾场里各取所需 和平相处 就像盟友一样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 请不吝点赞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